好 準備 出對方 可能練習好幾年了吧 我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 你 別老是藏著我 好好跟著你的滑舞靴不是很好 我 我 我要裝什麼酷 你 就是小魚兒 鐵象跟我只是結伴同行 一點曖昧的關係都沒有 他今天擔心著你 常常白天晚上都念著你的事 他不是擔心我吧 他差點害死我 只要有良心的人壓死了貓狗 也是要念個經文懺悔了幾天 我 我為什麼要說這樣的話 你 小魚兒 你說話斟酌點 哼 小魚兒 我找你找了很久了 老實告訴你 這次夷花宮派我下山 就是要殺了你 本來還懷疑 要怎麼樣面對一個無焉無醜人下手 聽到鐵線上說你罪牙已死的事 我還送了一口氣 現在替你的語氣 你顯然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難怪師父要我殺人 準備好 就出招吧 阿虎勸 原來口口聲聲說要找小魚兒 是要殺了他 慢著 我和鐵線上之間 這個真的沒有什麼 絕對不會妨礙你們教我 沒必要因嫉妒害了我性命 小魚兒 你難道也一點情侶都沒有 严慧姑娘 千萬不要插手 我是不欺負女孩子的 你們到底在說什麼 我怎麼都不明白 無缺公子 你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怎麼能不放青紅皂白 就要殺小魚兒 哇靠 不想打架已經算很便宜了 這次還要借機逃女孩子歡欣 就算魚化工不是殺雙親的仇人 我也不能忍受花骨圈你這個爛皮吊子 我不做你一頓 被藥給鐵線拿來張青有一次鬧走 難道我還判你不成 欸不對啊 欸 張青怎麼在對我裡面 欸 說好了我不可以打女生了 哇靠好痛 欸 這是衝到兩個喔 以後他就供兵性卷 欸 真的 他只打小魚兒 沒了吧 沒一個偷了吧 沒一個偷偷 畢竟我妙手等級可是 蠻等的啊 無欸 好 應該沒了吧 好 我要打他囉 嗯 好 還有什麼牽掛 再一下 一定盡力 盡力為你完成 要殺就殺 我新手牽掛的事 又一樓框 我要死的不明不白 你也殺的不明不白 你後半輩子 一定會不斷懊悔 無亂自古堅難 小魚兒雖然不是好人 但是真的壞到要誤了 花大小的雙手嗎 花骨圈 我雖然打不過你 但這輩子 絕對不會跟你甘休 你這樣子做 更是永遠別想得到鐵心了 很抱歉 私密 不可為 最遠愛的 最遠的 快他們 不會 提到 好 天啊 記得 我 有 沒有,你不要做件事 小月兒,我不想再見到你 走得越遠越好 鐵姑娘,請你放手 讓我殺了這個復興漢 你不懂鐵姑娘的意思 她都這樣你還不走 你再不走 我只好死在你面前了 我答應你 暫時不殺小月兒就是 別這樣,我幫你把衣服穿上 什麼你幫他把衣服穿上,他自己穿啦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能算是個人嗎 我自以為誰都比不上我 我就瞧不起任何人 但別人要殺我死 我缺點一點法子也沒有 我 別哭了 我瞧不起女人 尤其是天心來 自己因無知她愛我 所以拼命令她傷心 到頭來 對她犧牲自己來救我 別再說了 我要說 我要說 我只以為天下第一聰明的人 但此刻 卻像一條狗屍裡被人追逐 像一條狗屍的家中尾巴逃 這次雖然逃脫了 但我這一生 難道都在這樣逃嗎 我這一生中 難道都要等別人來救我 咳咳咳咳 你已經可血了 不錯 畫無趣的記錨 也許不如我 但像她這樣的人 又何必用什麼記錨 只因她有真實的本事 而我 我都只想靠聰明 靠運氣 一個人都只有聰明 而沒有本事 那有什麼用 我只以為你二人鼓勵的人都怕我 所以覺得很了不起 學不著他們怕我 只不過像父母怕一個頑皮的孩子似的 若是真的動手 我連牆入都哭嚼嚼 哈哈兒 寫手杜殺 這風大雨大 你內山再著了 風寒傳廢牢就不好了 我的心 好像陶宰哥 為什麼連人去喜歡都說不出口 你這個人就是怎樣自以為是 太過分了 我寧願和你一起燒死在江北河的屋子裡 也不准你親我的時候 滿腦子鐵心奶 不要把我當發泄的工具 對不起 你用個膽的 就衝到鐵心奶面前 說這一生一次就是他了 人家也 我可是還沒對你死心 我不是對你沒有好感 只是現在心頭混亂 剛才為什麼不死的話 我卻長下 一了百了 什麼問題都沒了 別這樣 你還有我 你走了 那我怎麼辦 我昨天已經想過了 睡了一晚 都沒有被野獸咬死 沒有發命死掉 我決定 從今天起 重新出發 我也覺得 應該先把兒女事情 帳放一邊 讓大家頭腦清醒一陣子 江北赫與火焰王的陰謀太大 而且心狠手辣要自由 為死地 夜南天保障 反正沒有下落 不如先揭露他們的 惡毒的計劃 但江北赫的屋子一回 已經沒有假 假藏寶毒的證據 我們先上少女去 探個究竟 出發吧 別著急 陪我多休息一下 你不覺得以後的天空 特別漂亮嗎 我以前都不知道在幹什麼 怎麼都沒多抬頭 多看仰眼 你突然變得成熟穩重 看人家心頭 噗通噗通的跳 你應該會是裝出來的吧 小美男 有時間說寫話 不如這樣好好躺下 想像這種感覺如何 啊 好 好 這邊配音配偶藥 我快死了 嗯 我在做哭腔的時候 女生的聲音我做不出來 男人聲音可以 現在女生聲音做不出來 他們可能恢復 大家可能覺得他們恢復很快 可是事實上 他們過了一天晚上 馬上都打點精神來了 那是遊戲嗎 哎 已經說江湖上出了一個八面少年 是不是野王們的手下 強弄大俠江美赫正在的木鎧 不如蛋沙石家店還燒屋子 手段惡毒長暴 壁人髮子 請問這個消息從哪裡聽到呢 咦 該該該該該該該不會是你吧 你救命啊 江北赫好狠的寂寞 江北赫好狠的寂寞 江北赫他的人物又摘一張孤立 那個疼疼的通緝電 剛出了的 不知道又誰被盯上了 你瞧你瞧 看什麼看 不過是戴斗力的招老頭 你下狗眼啊 狠著女孩子 娶來做媳婦不錯 不會吧 這女孩看起來十多歲 怎麼可能算你橫加一波蜂黃發蜂 接走四十萬 四十萬兩陣你啊 誰說的 人不肯貌相 不過光猜最喜歡活爛幽默好人 逼打成招 隨便找些人頂罪交差 沒得皇上降罪 沒錯沒錯 然後咧 你們都是以貌取人之輩 漂亮的看起來不是賊 月經看起來就像盜匪 真是的 難怪天下這麼多誤會 欸哪位呢 欸?請問你是上場激光樹的蘇果人嗎 我都在聽說商女說 四海真的希臘放在蘇果林中的激光人出沒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什麼東西 哈哈 書櫻喔 這位大師 為了要是要禀 禀報方丈 師主請留步 必是他打 半打殘忍器的法會 不以為外人參訪 出一家人可不能打狂語 大妄語 最可叫下地獄了 對 對不起 師主教訓的事 小禎的確因為聽到外傳八面少年搶走江南大俠的證款 心中有芥蒂 你有證據嗎 你有親眼看見嗎 還是 你有分別心 這輩子修行都不會有結果了喔 追過追過 拼鎮的確不應該是還沒有證據之前天性謠言 不過本事 真的在舉行法會 有什麼事 就交代拼鎮去傳達 還望師主見諒 看樣子現在真的不適合他囉 這樣啊 我想請問世裡最近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沒有啊 一切心已如常 厭蔽是法會莊嚴 所有外人 一概卸絕蒼訪 那就好 不過請總告方丈 一切小心 炎王們最近會有不利於貴士的行動 炎王們的事 我一定要轉達 多謝石主 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大家應該想說你轉告了 將哈少年自己的氣韻 願不願把話聽進去 總之處在這也不是辦法 心悔事還正巧巧 要是真的發生什麼事 我們也好照應 我像小哈 等一下給我切五星上洞 開一小女兒好 再準備些食材 五星茶馬先日用 五十過去 別再破些吃肉了 吃一吃一個火光和尚 又沒技工活得到 而且幹嘛沒準備那麼多韭菜 你吃不完可就先可要照給 我和人家又是一個四海之王 我和人家又是一個四海之王 春飯館給你們發大財啊 托福謝謝 我這時候回去準備 少林火公和尚 那不是江明徹 江別賀先系明徹列的人嗎 這樣的話 那咱們順便去四海春飯館休息一下 看看他約的是誰 是位無心 講人小了 還有快勝賽 火燒火幹出火的容易 更別帶夢的貴客 農村在辦喜宴 咱們長出人手不足 請上座一下 咱們馬上就來 不用了 我很忙 沒空吃飯 這包你收一下 和往常一樣 加入飯池 這麼大包的玄靈稿 我不願意再做這種事 你說什麼 呃 我知道玄靈稿 是不好的東西 這麼一大包 會害死圈市的人 你 你不要逼我 花燕王們的錢吃就吃喔 上窯子報名的時候 都沒想到這個問題 少林會怎麼樣處置破解而上 又不是不知道 你可能不知道 已經在飯食中 加了這麼久的藥 突然停滯 可是會全身抽筒不已 生不如死 就算再幫我一次忙 也幫幫你自己 最後一次 把所有的藥都加進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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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作最後一次的 我宰了他 別衝動 嘿嘿嘿嘿 最後一次 以後 也沒機會啊 你為什麼要攔我 上了這罪口禍首 很多事情馬上就解決了 我也算大約 是為經理壓著問哈哥的 魏無心的殺父仇人 真是火焰王 他被利用而不自知 很可憐的 真正殺了他 爺王門手下 凶狠的將財 又何時五六人 魏無心水毀 但還不會輕易殘殺婦魯 要是換上一個手段更惡毒的 繞著心風邪雨還得了 那現在怎麼辦 最後一次下毒 爺王門已經準備好 大雪進攻少林 現在有兩條路走 第一 所以魏無心找出爺王門根據點 但是來不及 阻止少林滅門 而且我們兩個人的力量 廣話只能在爺王門大門口閒晃 攻也攻不進去 第二 像上次辦家地一樣 既然人家的辦法 會不方便 那麼喬村混進少林 先警告大宗小和尚 避過去 那還有疑問嗎 但是以少林激烈為重 趕快易龍混散傷 說得容易 泥頭繡法阿納的體態 再配上女孩子特的橘子 半泥孤都嫌勉強勒 而且沒經過九六和尚的熏湯 連父母的基本道理都不懂 說兩句話馬上就泄底了 我會難無歐命陀佛 我還會菠蘿菠蘿蜜 我被你打敗 你沒必要為了幫少林 剪掉青龍飄影的頭髮 太可惜了 慢著 我想到一個好點子 火鍋和尚竟然是來採買的 多半要辦一些酥米雜糧一類的東西 再用來辦一對送菜上升的春夫春婦 去這裡蒐集扁蛋菜籃 再弄些青菜 換換衣服就成了 欸大神 欸不是 別錯 大神 可以買兩張青菜 幹什麼 你買去回家孩子 喝西北風阿 別這樣 一百元給你 夠吃幾個禮拜吧 嘿 我最討厭看你們這狗眼看能力的富人 一位優先中了買數個東西 我偏不賣 欸別這樣子吧 我妹子兩個人被趕去東村賀喜 一時間那麼大好理 只能四處採購一些 食材魚雞一類的錯數 一時清潔才開高價 莫怪啊 真看不出來東村的鴨阿牛阿花 大致沒四個幾個 卻有兩個高檔朋友 好 錢我收下了 菜在壁角自己拿 queens 6 我不要這樣 砍一個秋林寺 我要這樣砍一個 By 我要醬叫少林寺 我要醬 施主請留步 彼氏正在半打長期的法會 不宜由外人參訪 張子夫妻兩人小北監獄 少女們的火光和尚的錢 不能不把菜送到少女 不可能啊 火光和尚一向勤奮 應該不會懶到麻煩你們親自送的 而且現在正準備開火 方丈正要用餐 你們不宜打擾 不行 快讓我們進去 我聽林家秀才說 出家人最想方便 不能使咱們烏龍的兩名憂慮困擾 不知真理如何度化眾生 咱們也不用布施供養了 平正遵守門櫃 處理事物跟秉持工程 現況的確不宜達 不過兩位竟然成立章菜單來 只要時間不要太久 我倒是可以通了 廚房飯廳在電車後一邊 快去快回 但是還有人請問 我請一些姊妹替你燒香 小仙女什麼時候太油嘴滑舌了 所以我要去哪裡 各位大師傾聽我意的 這飯菜裡有毒 而且一碗本人就會滾過來了 我問他 你們兩個賣菜的 名膚名膚懂什麼 反正這樣用餐 就來打亂鬧事 看我教訓你們 誰說賣菜的什麼都不懂 六組會能並不自知 卻能承接無阻一波 將廠門徵傳開花結果 就算我今天說不出解脫的道理 哼 救命的小道小姐 難道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肯聽 你 亂講 看我罩你 等等 最近我心神一直不靈 方才蜀豬才被念斷 警眾師兄弟都避到後山洞穴中 將長金閣的重要點接處理好 兩位大德 一併離駕穴中 共同善意這次 好啊 老婆子 你不是一直抱怨我帶也不好 這下子我帶你帶少林後山洞穴開開眼界 善意這次 名講盤問就好了嗎 我敢來早就有覺悟 最多我不過是丟了張金自己跑了吧 死老頭一點誠意也沒有 幫你備了大半紙的菜 你會 你就會見人家的風 就不能自己真理顏面 好好存心的飲料 帶我去揚州花他的幾天 各位大師 得後一位 炎王們敬仰已久 難得諸位就上本門特製的玄靈高 現下功夫可能只剩下三層 正是相貴炎王們的大好時機 少下我們差點錯怪你 而至全面門之禍 現在中會弟子功利不計 還望你救他們一命 和尚的命關我什麼事 救一個和尚你們幫我建一座七級浮屠嗎 這不用你拜託 我和這個人早就有恩怨要解決 誒你們剛才有講什麼嗎 怎麼一下子就知道我的身份的樣子 個人恩怨 原來是小魚喔 那好 我儀品解決 給我上 他把前面這個打掉 喔又是炎王點 好我們偷他東西 誒沒東西 誒我想用憤怒忌憤怒忌啊 福提爵 再放一隻 好憤怒忌 看一下怒海狂濤 有個爛 好爛喔 我們都沒有 都沒有東西讓我偷 然後一擊必殺 衛武星你被利用了 火炎王真是你殺後抽了 衛武雅 你說這種話 我怎麼可能相信 你一路破壞我的技巧 我遲早都要報仇 火空而殺 你剛剛也承認是受了 炎王們衛武星的誘病 一絲貴迷心窄 才對諸位師兄弟下毒 雖然也要為始祖問你作證 知道你曾一度有回憶 不過 身犯殺贏九三劍 九三的方丈也袒護不得 本事在叛逆 因破何者 真團重擊一百戰 廢墟界疊阻足足上門 若你發心向上 希望有哪一家寺院願意收有你 讓你重入佛門共修 老娜代表本事 感謝兩位師祖恩德 方便的話 就用著便善再離去 謝謝方丈 少年應該是不方便 女孩子家當害久 那老娜自然是不勉強 這裡是畢士的一點一神 其餘 其餘自便 我已經要事要想告 你們可能 不 你們一定不相信 少年們除了防範燕 煙荒門 更要防範江南江大俠 江別赫 聽說江別赫的屋子是八面少年燒的 你和江別赫有什麼恩怨 我們是不知道 但是救了少年卻是事實 我們會稍會注意的 真沒辦法 江別赫日行以善 深思日盛 看樣子少年還是不怎麼相信的樣子 那 我們就告辭了 叫聲真悲慘 你花子 在飯廳竟然有千年靈芝 少年式的飯廳可以長出千年靈芝 太強了吧 我們現在有什麼線索 接下來要到哪裡 還記不記得在江別赫 民視裡聽到你的陰謀 他要分化俄眉少年 現在武林最強的三個門派 就是少年武當與俄眉 我總有一種感覺 就是下一個下手的 一定是武當 那我們就上武當吧 然後我們還在走出去 我記得這邊有一個影 可是要怎麼觸發 好像只有20%的機率而已 喔 是這個 是這個 六盒反金閃 夜日寶玉 隱...隱隱飄 夜日寶玉是幹嘛的 喔 又是晶圓 喔 OK 然後 那個是 這個 速度加2.6 反應扣24哦 這麼多 好 我們遇到神面三男的武當山 要求交易 喔... 喔... 呃... 啊 他怎麼沒寫價錢 一萬兩 孔明燈 喔 這個 我以前好像也有來這邊買過 欸 那我是剛剛買 綠歌神燈 買錯啦 燕頂... 保頂 買 看 偷取財物技巧的示範弓碑 買 九龍神光三五星三個還需要買嗎 應該不用了吧 不 呃 還需要買什麼嗎 還是混天地 都買幾個 再買一個 買三個了 還是可以買五個 然後給三個人裝備 就百分之百 他會累加嗎 會不會累加 好再買五個 再買兩個 就這樣 好可以不用獄了 那 寫物訊根本是廢物嘛 買五個了買起來就這樣 我們就這樣進去 我們就這樣進去 或怎麼進去 哪能又爬了進去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就說你難道在武當 有認識什麼人可以替你引見 每個門派都對外人有戒心 就這樣子喘進去 一定和少林一樣 被婉拒 我當然有認識人 我認識 哈哈 那個江獄狼 就是你和我說要提防他的江獄狼 我怎麼沒想到 江獄狼就將別赫安在武當的旗子 既然 套到地頭蛇家裡 我們還是 翼龍成武當道童 比較保險 說翼龍就翼龍 都不用準備材料了 欸武當就這麼小是不是 兩仪劍法 今天爺爺王們用一種玄靈高的史人上 門眾日多 定了一些正道中人都被控制 逼迫武林各派屈服於其陰謂之下 不負責一個殺無射 這是我眼光耳文 跟門派之間孤軍抗體 四十百戒眼前 是躺鬥擋者 被各個騎破 沒錯 正是為此加姆多擋發出英雄鐵 廣耀武林各派 欺負潛伏林 成立正義聯盟 究極各派經營 合力剿命眼王們 當然 當日會舉辦一個比試 有武功最高的掌門 擋了武林盟主 少林 二面場們都已經答應 屆時還請 直染道場避擬 共舉疫情 是了是了 江湖裡的禮巴 總算露出來了 他自己想辦武林大會 這集要當武林盟主 我考慮一下 全職與明知指導下進步很多 他心性機敏 卻不夠踏實 還請道場也多費心 雲狼啊 你可以好好攻擊師盾 俗辱品德 武功雖然要學好 這個人品更是要把制住 才不枉收贏到武當的異方苦心 爹 海爾已經會努力向上了 好一堆狗父子 怎麼不去演一出 那種人替 濟視狀況的家庭輪理大悲劇 心情在洞窟 蕭咪咪就說江南大俠是偽君子 當時心頭恨姐姐 沒當一回事 現在一清二楚 原來江別赫星際生成 很早以前就在武當安那個棋子 待會兒要看看這個張小族 要怎麼推動棋舉 小女和令公子的婚事 選者還會在江湖上立一方公演 小傢伙兩小無差 暫時讓他們兩胡混群 在下家教雖不夠嚴謹 在玄珍大長的管轄之下 兩小犬也不敢做出糊塗的事 對不起 在下還有一些瑣事要忙 就不打擾各位了 失陪 我送你一層 不用麻煩 刀長忙自己的吧 江大俠太客氣 武當不能適得理解 請 他剛剛那個是不是拿一個拖把 呵呵呵 他說 他說 道怪一個拖把 師尊 而美本事不濟 連祖士林一起都要萬人保護 即使武功絕拙 重點也會績效 少林更慘 近四十年沒出什麼武學淒慘 為了枉救日益 下歲的迷生 近 點一眼由盧漢堂所作 會迎合上去而美牆 假的夜南天保障 然後呢 現在少林額美兩派以身互惠 本派無論武學身外 都極有肯在這次武力大會多虧 師父的武功在同輩第一 起甘願正當剿滅的陰王們的豐功偉業 拱手讓給才能不後的掌門師伯 原來挑撥一間分化武當 師兄的武學也是不棋我 但掌門以德為俊 我是萬萬不棋他 這玄珍道長還有自知之明 因親於我大婚之政 若岳父已經是我聯盟主 想必場面更風光 好不要臉 好像人家已經是你老婆了 這 我去從掌門師兄說說看 讓我代表武當長載 完蛋了 做父母的那麼多的替子女發唇 玄珍和子男老頭真的鬧翻了 你以為你與女兒能風光到哪去 江玉蘭這板面小子 帶我種魔力 人迷魂女孩子 我可要好好調查 我和硬心等會還遇到武當樹林 你可要好好帶我女兒 我知道那是佛城啊 但我覺得很像拖拔 坐下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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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